王一博的经历确实让人惊叹,彩排到凌晨之后,白天竟有人在酒店拍到他居然还前往打网球的场景。 王一博在双台跨年活动中,不仅在央视亮相,还现身湖南卫视,为观众呈现了双重惊喜福利,使整个跨年庆典充满了期待与兴奋。 他的出演不仅增添了节目的看点,还为观众带来了更多惊喜和乐趣。 无论是在央视还是湖南卫视,王一博都展现了出色的演艺才华,赢得了观众们的喜爱和掌声。 这次双台跨年活动可谓是一场精彩分成的演艺盛宴,让人们对新的一年充满了美好期待。 央视跨年活动一向是提前录制的,而这次王一博与梧桐携手合作,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别具一格的表演。 他们演绎的龙族不仅富含摇滚曲风,还巧妙地融入了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 表演中不仅有强烈的吉他音,还融入了激昂的大鼓和悠扬的笛子,呈现出一场独特而震撼的音乐盛宴。 这样的跨界合作让整个表演更加生动有趣,也展现了王一博在音乐领域的多才多艺。 观众们沉浸在这个充满中国风的音乐世界中,无疑为新年的到来增添了一份独特的喜悦。 这次的舞台表演确实令人期待,从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出,王一博身着中衫套装,散发着浓厚的中国元素气息。 他的穿着不仅凸显了国风魅力,还展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理解。 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艺人,王一博在央视的舞台上表现出色,引人注目。 他的表演令人印象深刻,显示出他在舞台上的自信和专业素养。 作为一位上交给国家的代表人物,王一博的出色表现不仅让观众赞叹不已,也为国家的文化艺术传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这次在央视的舞台上,他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与魅力。 然而,更为令人期待的是,王一博在湖南卫视跨年晚会上,献上了自己的两首歌曲《旁观者》和《万物可爱》。 他重返老东甲湖南卫视的跨年舞台,不仅给观众带来了惊喜,也勾起了人们对于天天兄弟合体的期盼。 这次的表演无疑是一场音乐盛宴,让人们期待着他在湖南卫视的精彩演出。 王一博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和舞台魅力,再次为观众奉上了一场难忘的演出,也为新的一年拉开了娱乐大幕。 在这个特别的夜晚,观众们不仅欣赏到了王一博的精彩表演,同时也收获了对于精彩合作的期待。 有趣的是,王一博在29日就抵达了海口,并于当天晚上展开了跨年晚会的彩排。 令人意外的是,他选择在凌晨进行排练,这一举动引起了不少关注。 会场外的人们纷纷听到了王一博在彩排中演唱的歌曲,这让他们提前感受到了跨年庆典的独特氛围。 王一博的精心准备和努力工作显示出他对于舞台表演的专注和敬业态度。 这样的举措也为观众们增添了期待感,预示着一场充满活力和惊喜的跨年演出即将上演。 王一博的精力确实让人惊叹,彩排到凌晨之后,白天竟有人在酒店拍到他居然还前往打网球的场景。 画面中,王一博身穿一件蓝色的长袖运动衫,搭配黑色的短裤,戴着帽子,背着网球带匆匆赶回酒店。 这个画面展现了他旺盛的体力和对多样活动的热爱。 不仅在舞台上展现出色,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展现了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这样的多才多艺和高度自律的工作态度无疑让人对王一博更加钦佩。 他的努力和专注不仅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粉丝的支持,也为娱乐圈注入了一股新鲜活力。 拍摄者表示一开始并没有特别注意,只是觉得那个人的身材很好,遥远望去颇具吸引力。 从画面中看,王一博的确身材高挑,在人群中具有很高的辨识度。 这也让人们更加确认了他的天生魅力和良好的体态。 这样的外貌特征无疑使他成为众多粉丝心目中的偶像,而拍摄者的羡慕之情也不难理解。 王一博的亮眼外表,再加上他在演艺事业中的出色表现,使他在娱乐圈中备受关注。 这次的日常镜头也再次凸显了他的出色形象,成为粉丝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 彩排一直持续到凌晨两三点,然而王一博仍然在白天抽空去打网球,这种惊人的精力和体力让人不得不佩服。 他展现出来的坚持和不懈努力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这种不知疲倦的工作态度不仅使他在演艺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也赢得了许多人的敬佩。 这样的牛锦和努力精神不仅让王一博在事业上获得成功,也成为激励他人的典范。 他的付出和毅力为他赢得了更多支持者,同时圈注入了一股积极向上的能量。 确实有些好笑,但同时也令人不得不佩服王一博的惊人精力。 对于喜爱运动的男生来说,精力充沛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王一博展现出来的运动能力和体力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他所展现的运动天赋不仅在娱乐圈内为他增添了独特的魅力,同时也让人对他的多才多艺有了更深的认识。 这种活力和努力精神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也在生活中成为了他的一项特色。 这样的天赋和付出无疑为王一博赢得了更多粉丝的支持,使他成为备受瞩目的艺人之一。 得知王一博还需要继续进行彩排,许多人陆续赶来观看。 结果在30日的彩排中,从下午六七点开始一直持续到31日的凌晨五六点才结束,整个过程中,王一博进行了不下六七次的彩排。 这样的工作时间和彩排次数显示了他对于表演的极致追求和对于专业的高度负责态度。 这种坚持不懈的工作精神不仅是为了提供观众更精彩的演出,也展现了他在事业中的敬业程度。 观众们对于他的辛勤付出无疑惠,更加期待他在跨年晚会上呈现出的精彩表演。 很多人在场外都听到了王一博进行彩排时演唱的歌曲,反复彩排的过程可谓是精益求精。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一边又一边地进行演唱,还进行了不少对于细节的调整,这些调整都被场外等待的人听到了。 这种追求完美和对细节的关注显示出王一博对于自己表演的高标准和对于艺术的敬畏之心。 观众们对于他的付出和对于演出的专业态度无疑会更加欣赏,也期待着在正式演出中看到他精心准备的表演。 这样的工作态度不仅为他的个人品牌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同时也为整个演艺圈注入了一份追求卓越的正能量。 这确实算是一种特别的经历,就像是隔着会场,聆听着王一博的歌曲,在他的应援墙外。 提前收到的一份福利。 王一博的歌曲很富有浪漫情感,尤其在海口的夜晚,更添了一份迷人的氛围。 在现场的观众们,特别是那些在小摩托上的粉丝们,可谓是真正得到了一份珍贵的享受。 这种亲近自然,感受音乐的方式无疑为整个活动增添了更多的温馨和浪漫。 无论是在场内还是场外,王一博的音乐都成为了夜晚的点缀,为大家带来了一场难忘的音乐盛宴。 王一博的声音确实充满穿透力,整个夜晚的余音仿佛在空气中回荡。 他在舞台上的表现从未让人失望过,这既是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体现,也是对喜欢他的人的一份深切回馈。 他通过独特的音乐表达和精湛的演艺技巧,成功地打动了观众的心。 王一博的演出不仅令人陶醉于他深情的歌声,同时也感受到他对音乐和舞台的真挚热爱。 这种对艺术的热情不仅是一种专业素养的体现,更是为观众呈现一场充满感染力的演出,让人们深刻感受到音乐的魅力。 在这次出发前,许多人发现王一博手上戴着天天兄弟的戒指。 看到这一幕,让人瞬间感动。 相比于彩排的繁忙,这些细小的细节都表达了深厚的情感。 天天兄弟戴尚相同的戒指,象征着彼此的默契和团结。 这一份心意不仅让粉丝们感到欣慰,更为观众们呈现了一场真挚的友情。 回家了,开心了,团圆了,这不仅仅是一次演出,更是一次心灵的共鸣,让人们感受到温馨与亲情。 这样的细节让整个活动充满了温暖和感动。 2023年对王一博而言,是一个转型的重要一年。 在这一年里,他不仅取得了硕果累累的成就,而且成功地改变了口碑形象。 这一年的表现不仅精彩分成,同时也逐渐让自己的事业更加沉淀。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年见证了他回归自我的过程,找到了更为真实和成熟的自己。 这一系列的变化不仅为他个人的成长带来了丰硕的成果,也为他在娱乐圈中树立了更为坚实的地位。 2023年对于王一博来说,是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一年。 王一博跨年彩排到凌晨,双台跨年人气飙升,忙里偷闲打网球。 这一系列的举动展现了他对事业的极大投入和专业态度。 无论是在舞台上的精彩表现,还是在夜深人境间的网球时光,都显示出他对工作和生活的全情投入。 这样的努力和多才多艺让人对他的表演更加期待。